现在还会经常想起小时候的记忆吗 很多 到了我这个年龄快60了 小时候那种快乐时光反而会想得多起来 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最近在想 抓鱼木虾干农活 我干农活 手脚非常快 从小我母亲对我要求就是手脚卖了就爱打的 真的是十几岁吧 我们村上包括整个公社应该插秧速度比我快的就几乎没有 家务会要干得很好 我七八岁开始就在家里 父母出去下地干活 我就开始做饭 所以现在我在家里 这些饭菜对我来说做出来轻容易 很简单的是吗 那你后来想 万一当时最后一年没考上大学怎么办呢 农民企业家 就对的 我现在我的小学中学同学 有七八个农民企业家 当然他们都没有做成上司公司 但是也不错 江一人天生就有点会做生意 当时我上大学以后 我妈就开始开那个叫做锡钢片厂 拿那个边角料的锡钢片 锡钢片不做边压器吗 我妈就是那个家庭小工厂的带头人 她就跑到那个各个大型的锡钢片厂 把他们的边角料买下来 那个很抢手的 好厉害你妈 特别抢手 我妈就一去就会坐在厂厂家里 一坐坐两天 弄到厂厂最后不好意思 就把边角料给她 用首付拖拉机一开一二百公里 到那个苏北的那个大工厂去 拉回来 自己坐坐坐 居然做成了农村第一个万元户 所以妈妈是对你的这个影响是非常的 比较大 我上大学是因为我妈妈 老太太老太太 就是说当时我上大学 首先是自己我想我想学 第一年第二年没考到 到第三年考的时候 我这个妈妈说我还要考第三年 老太太也没反对 我们县的第一中学 搬了个补习班 没有任何门路 老太太在对城里一抹黑的情况之下 一个人跑到城里三天 居然就帮我放进那个补习班去 我觉得你妈真的好厉害 哎呀好厉害 老太太就在就在 现在就在这儿呢 在楼下呢 老年痴呆了 连我都不认识了 在八岁五十八十五岁以前 老太太一来超级精明 85岁的时候还能把家里的所有的事情 记得清津厕所 突然到86岁 脑子就开始衰退了 就一年时间 就脑子就乱了 天天骂人 一年以后突然就安静了 就变成了一个无知无觉的老年人 像现在已经有四年过去了 我母亲的老年痴呆也给我带来了一个警示 85岁开始老年痴呆 那这是有遗传性的这个保养病 那我想如果我也到85岁开始老年痴呆 假如说 那我也就是二十多年的时光 二十多年就是一瞬间 那我这个二十年我应该怎么过 对我来说就变成了一个思考的重点 哪些该放弃 该果断地放弃 哪些不能放弃 无聊的社交我现在就放弃了很多了 已经不合算了 那种虚荣心的事情 这种东西肯定对我来说 也不是我思考的范围的 那什么东西更确认是一定要做的 呃 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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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辛苦了 这真是在大山里面啊 90年以前的书 90%都捐给原来新东方的图书馆 嗯 这是后来的一些书 像这些书都80年来 对 空心啊 你应该还记得 嗯 但是刘在书多说欢迎 对 这觉得有点乱 嗯 商务这套 商务这一套原来有一套旧的 对 后来商务完整都送了一套新的 就这个嘛 这是谢敏的 谢敏老师跟我比较熟 因为当时就是他在中文系 在北达最有名的 当时叫那个蒙隆诗的时候 对对对 我成立了一个北达司舍 当时 嗯 北达就是大学生司刊是我 是我编的 是八几年呢 八四年左右 收集全国的最好的诗歌印 印了以后再寄到全国那里去 再弄两三七就没钱了 就关掉了 但是我们 当时更加喜欢的 就互相交流的 嗯 西川是我大学 西川 嗯 对 孩子什么的 嗯 我也发表了 大概有 二三各个媒体报刊什么的 也发表了二三十首诗歌 第一首是什么 嗯 已经完全不记得写的啥了 哈哈哈 应该找找 发在哪了 发在诗歌报上 嗯 那挺厉害的 嗯 当时写首诗是不是能发表 是不是特别拉夫那件事情 他超级可以吸引女孩的 哈哈哈 哈哈哈 但是我属于 呃 玩了不路流的 后来到大学毕业了 就就不写了 你说怎么样 前两天我在 说是书房的时候 嗯 嗯 嗯 你看 当时还有 嗯 这个是代文书的诗 代文书 突然发现自己写 他的诗自己还会在下面续 嗯 生命在无望的悲哀中 悲失中吧 消逝 消逝 自由的百合 却开出鲜艳的花朵 不要做梦 不要做梦 灰梦想的了 永远没有真实 帮你吞咽寂寞 泪珠时 爱情已滴落无底的深渊 哈哈哈 写挺好的 屁啊 哈哈哈 不要做梦 不要做梦 哈哈哈 疫情期间你想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你说我啊 对 想的比较多 那就新东方怎么样 立于不败之地了 因为现在竞争太激励了 互联网 在线教育 资本冲入以后 各种各种不靠谱的这种和靠谱的商业模式的出现 而国家政策 因为就是说动不动就有人跑路嘛 一跑路国家的政策就会收紧 嗯 尤其今年年 疫情 嗯 中美关系 科技兴起的教育行业的变革 资本进入的教育行业的这种冲击 全部挤在一起了 嗯 任何一个决策可能就是 呃 要不就是几个亿到几十个亿的 这个这个发展 要不就是几个亿到几十个亿的损失 嗯 那 嗯 什么时候映照自己是商业世界的一部分呢 从新东方上市开始 嗯 因为在新东方上市以前 我跟商人和企业家没有任何联系 嗯 就是觉得自己在做一个学校 嗯 突然就是媒体大片报道 企业家俱乐部都来找我 说你要加入我们的俱乐部 这我才开始意识到啊 我也是个企业家 我到现在也不太承认自己是个企业家 做事情不太像企业家 嗯 当时我也是95年去的美国 嗯 我回来看到了互联网 我也同同样时间看到了互联网 我唯一的想法就是 哎 可以帮学生发email 那就回去 每个 我就帮学生发email 发到美国大学去 完了每封信收五块钱 嗯 你看这就是差距吧 嗯 你想过 你在历史中的角色 没角色 我在历史中有啥角色 我觉得在历史中的角色呢 就是我觉得 至少有几个要素 第一要素呢 你做出了改变历史方向的事情 战中间的英雄伟人 当然更加厉害的就是 改变人们的信仰 释迦牟尼 耶稣之类的 再一个就是说 你是创造了某种思想体系 给人带来了 某个阶段的社会的思想变革 卢苏 福尔泰 康德 这些人都应该算 包括尼采都应该算 我后来想了一下 我啥都不是 你说的都太大了 全是没太多 但是比如说你确实是在 中国和世界的交流之中 起到一个 扮演了一个很有 非常重要也有意思的角色 其实没有 我自己也想过 就是假如说没有我 90年代的中国留学 照样会兴起 我只是起到了一个 催化的作用 就是说推动这个兴起 比较前的到来 并且它推动了更多的人 到国外去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新德方的这个励志 加上那种狂热 点来了很多 本来并没有想点来的火花 但是坦率的说 没有我中国留学 这样会兴起 到今天为止 一点都不会 少太多这样的人 那现在做的 这种培训教育 帮助学生提高 英语水平 数学水平 什么高考成绩高一点 我觉得 其实更加是 我不做病人也在做 有很多竞争机构 跟我做的同样的事情 我并没有做的事情 就独特 有的时候我在想 我当时如果就留在 给他做学问了 现在其实生活会更简单 更爱你 读读书 是吧 在北道散散步 完了几个学生 跟他们聊聊天 是吧 其实 就是说我要去做访问学者 我比王室更加有优势 是吧 对 我的语言 至少不用重新学语言 对 王室在哈佛大学 学语言 学了个办事不活 但你看他都 他都已经 哈佛 剑桥 完了呢 现在是在 在以色列 在耶路撒冷大学 耶路撒冷大学吧 我觉得他这个东西 他也不是说为了真正的 要搞多大的学问 而是说满足自己一种内心的 可能想要的那种状态 这个梦想还没有实现 我是一直想要的 就没时间 是吧 对 就是那么多人 在信任新东方 包括家长孩子 那还有你买了你的股票的股东们 几万的老师 员工 管理者 那你会对是遗憾吗 你觉得好像 我其实本来希望自己成为斯坦福那样的人 对 弄一块地 造一个大学 把一辈子的钱就弄进去 最后变成一个中国顶级名牌大学 我曾经有过这个念头和想法 这个念头想法现在已经没有了 我觉得我可能没有这样的能力 也没有这样的环境 能把你把这些念头做成 但是我确实是有某种教育理想 但是也没想清楚 因为我现在 被现实生活和工作弄得焦头烂额的 那校园刚造好不久是吧 刚才还没建完 还没建完 但学生已经来了是吧 学老师 这一层是我的办公 办公室这一层 你别太讲究了 学老师 这是我的办公室 你看这前面就北大 北大的那个学生宿舍楼 一个角 这么爱北大 被北大驱逐那一天 是不是非常的 其实北大也没有驱逐 就是我85年来就在北大 8687年到88年 我一直很悠闲地过着读书的 教教学生 反正学生爱来上课不来上课都跟我没啥关系 这样北大的风格不就这样 突然发现周围的同学朋友都开始出国了 第一个offer是谁 是哪一个 第一个offer是 Ohio State University 他给了我两万美元的 那个就是奖学金 就说 就剩下一万就得你自己 想办法了 我还真是到处借钱 根本就借不到 谁借我那么多钱 以前彼此英雄汉 反正他现在也不给我发钱和奖学金 那我就干脆 自己去赚这个钱 完了我就在北大的 应该是在42楼 还是就一楼 那个拐角那个 不知道 这42楼 对 但那个大楼的每一个楼的拐角 不有一个活动室吗 那个活动室是不做学生的 里面放个大电视机什么的 我就向那个这个管楼的人 租了一个小活动室 活动室里放上二三十张课桌椅 然后就让这个就在北大里面 无证经营 因为我本身其实平时在班内的时候 就说正式的北大班 我也给他们讲 为什么呢 因为这帮孩子不少都要出国 我说你们学这个贩毒有啥意思 22篇课文 讲22个礼拜 你们的智商和情商 哪需要我讲 22次 我说20篇课文 我用三到四堂个 给你们全部讲完 讲完剩下来的 我说我就给你们讲兔夫算了 所以北大的第一批 考到兔夫高分 并且到国外去留学 都是我的学生 对 所以后来我就把这个经验 移到了收费版 还是在北大 大部分还是北大学生 但是已经有外面的 听说的也进来了 那么这个事情呢 就是说 就是北大处分我的一个由头 因为北大突然发现 有人从北大的 自己开的兔夫班里面 退班了 跑到我那来 小课 等于我侵害了那些 在英语系半班的那几个人的利益 那当时北大 给了我一个行政纪国处分 叫做 还把我的这个处分通告 贴在北大的储厂里面 贴了一个月 大喇叭 当时北大的那个大喇叭 拨了真正一个礼拜的处分通告 那我就出去 我一边出去 就是说这样我可以自己继续看白 赚足够的钱 到最后钱够了 我就到美国去留学 我留学 如果我正拿到博数学位来回来 你北大 我再来也不晚 其实当时我出国的钱已经有了 但是被钱迷了心窍了 我觉得这么好赚的钱 我干嘛那么快放弃 我就继续再干一两年 再说呗 当时特别有意思 我跟我老婆说 你看我们干到三十万 就可以洗手不干了 因为三十万当时换这美元的话 就四五万美元了 那到美国去留学足够了 没想到到了三十万 就是我们一合计就说 那干到一百万吧 既然那么好赚钱 干到一百万吧 干到一百万了 也什么都放手 对 就是是一个典型的 把自己从输灾生活 回到现实生活 并且变成商人生活的 这样的一个分界线 我们可以往里走两步吧 可以啊 当年这里面的荷尔蒙弥漫 这么多年轻人 是吧 哇 这个好像又在做什么东西 所以你们办公室是两边是吧 当时 当时应该是从周尔尼 还有说这个门进去 这样就变成工人柱 上面能进去吗 可以可以 打开了可以进 连这个灯都没放进 原来我们在的时候 给他赚了不少钱呢 嗯 现在菜地没了 能不能看到 可以可以的 好像应该看不到 被封起来了 对 封起来了 下去吧 这个地方已经弄成这样了 哎呀 嗯 开心 开心 对 说这个礼堂 至少走出去了一两万 中国的留学生 到美国的名牌高校去读书 就在这儿办公 晚上就在礼堂的 一千多人进两千人的座位里面 给给所有的学生上课 对于厉害的时候 大概能上到十二个小时的课 哇 就北大 北大 北大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一个月的课量 我大概两天就能上完 嗯 是不是世界范围里的英语学习 没有像中国像新东华这种方式 全世界范围里面 有相似的 至少当初是没有的 嗯 因为当时我91年出来以后呢 我用的第一批老师 全是北大的我的同事 嗯 因为英文水平好 是吧 也不需要培训 但是后来 其实过了半年不到 这批同事就全部被学生给赶走了 嗯 不是这些老师的英语水平不行 嗯 而是他们就是不能符合学生的 本身的就是学习需求 嗯 因为这些学生来呢 就希望以最快最短的时间 能考出最好的分数 也就是说本质上来说 他们来不是为了真正的提高英语水平 对 他们都是为了提高考试水平 嗯 嗯 我刚才我觉得在礼堂 也有点像当年那种 19世纪中叶旧金山那种感觉 当年那些go rush 然后你是给 当时做基础服务的 对 有点那个感觉 那种历史的特定语境不可复制了 不可复制了 嗯 自己有意无意的参与了一个历史时期是怎样 对 包括我们说大家对英语的这种变化 80年代是那样的一个起乎 90年代变成一个充满了就是平等啊 各种寻找机会这种狂热的时代 嗯 2000年之后这种东西又发生转变 我们又入了WTO又又开始办了 对 其实大家对英语的态度没有改变 但是呢就是 84年代大家英语水平都很低 90年代呢大家是追求出国 嗯 也不是追求英语水平 嗯 90年代的英语学习分成两种人 一种人就是要出国的 嗯 一种人就是要在工作中 嗯 要到外去的 要到外去去 嗯 到了 2000年以后呢 成人学英语的热情反而下降了 嗯 因为这个时候的中国的成人 一个是英语水平开始提高了 嗯 第二个是就是说从初中高中开始 英语教学到大学 英语教学加强了 当时四六级考研 呃 第三个呢就是学生发现工作的机会 不仅仅是去外企了 嗯 对 本部企业兴起了 创业公司啊 对 那自己自己自己干活啊 等等啊 公务员啊 发现这个东西英语水平 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强制的刚性需求 英语就变成了一个花向青少年的 这样的一个市场 就是说青少年的英语培训是从20000年开始 就是猛然兴起的 嗯 很多家长突然意识到了 我的孩子未来是要出国 或者说我的孩子未来 考大学的话 我的孩子英语必须要好 像北京上海就从一年级就开始了 嗯 就这个变化特别明显 嗯 嗯 那青少年的英语学习就一如既往的就是火热 嗯 就是越来越热 现在英东方这种 他的比例 这个收入比例来讲 嗯 青少年这部分占多少 那部分那部分已经占到百分之六七十了 嗯 对 对你来说英语是 比如说我们我们跟刚刚跟徐老师聊天 就很 很强的感觉 你看他一方面在翻译乔益斯 翻译王尔德 嗯 就英语是一个那种文明 嗯 那种连接 对你来说英语是 是什么感觉 英语后来变成了我一个赚钱的工具了 是啊 嗯 那会不会那种 对自己这个培训的这种本身的怀疑 我也就是 会经常怀疑是吗 其实因为怀疑 所以反而我做新东方做的 做的不是那么带劲 你知道吗 来 嗯 这件事情就说 就是应该这么说 它也不是没有意义的 嗯 因为你毕竟在帮助成全新东方 一年三百万学生在这 帮助上百万的学生 因为新东方的老师的辅导 他们的在班内的成绩变得更好 你不能说这些是没有意义 那某人是不是也加固了 我们并不喜欢那一套英识系统 或多或少就是说 但是我做的事情也不是坏事 为什么呢 你看想要出国的孩子 通过我们的培训 他上了国外更好的大学 嗯 是吧 那么想要上大学的孩子 通过我们的培训呢 他上了中国更好的大学 嗯 而我对新东方老师要求就是 尽量培养孩子的自学能力 只要他跟上了 如果没有新东方老师辅导 他依然能够跟上 我觉得只有新东方的成功 嗯 基本上是这样 所以做的事情不伟大 也不是坏事 嗯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 因为我是这么认为的 城市孩子上不了大学 对城市孩子影响不是那么大 他有很多的别的机会 可以出国 是吧 还可以就说 就说 父母帮他们解决别的 别的办法 但是农村孩子上不了大学 其实他就变成一辈子农民了 嗯 你是不是对这种平等 对这种公平是非常的 我是挺在意的 对 非常在意的 挺在意的 很大的驱动力 对对对 所以呢 这个是我的部分以上 是我的教育理想 一点都不宏大 因为宏大的教育理想 都是要做全人教育啊 什么就是 数字教育啊 就是说 把中国孩子培养成 世界的精英人物啊 我觉得 基本上 就是说 我现在我更多的经历 自己已经倾斜到了 就是农村 我怎么样 把新东方的教育资源 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覆盖到更多的农村孩子 这件事情 也许 别人不一定愿意去做 也不一定泄于去做 而我有能力调动这样的资源 我自己也有这样的心情去做 也许反而就是 是有点意义的事情 当然思考归思考 要做起来 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是因为现实太复杂 太麻烦了 就 不太好说了 就是 现在的农村呢 出现的问题 比较麻烦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 农村是不是会进一步空心化的问题 就我们小时候的农村是很热闹的 那是一个很温馨的场所 你知道吗 农忙的时候的热闹 农忙以后的庆祝 过节的时候的互相亲戚走来走去 小朋友在打鼓场上 打打闹闹 你现在在农村地区 已经看不到一个 像我们小时那样的那种 兴旺的农村景象 所以你就会发现 大量的农村小区 国家造了很好的校舍 当时造的校舍 一般能容纳三百人到五百人 一个大的村小嘛 结果现在通常只有八十人到一百人 在里面上学 为什么 那个并不是这个村庄的人数减少了 村庄里面的户口还都在这儿 宅基地还都在这儿 搬到省城 地级市 县城去了 还有镇里面 现在镇里面的小学 一般都是满的 到了县城的小学和初中 那就满得不得了 它这里面一系列的反应 国家的这个教育经费是根据生菌不款的 如果这个学校是三百人的话 根据三百个学生的生菌不款 这个学校冬天的供暖费啊 什么电费啊 什么都是够的 那现在降成了比如说一百人 少了二百人的生菌不款 它还要维持那个校园 所以到冬天 取暖费没了 我去支持了两个学校 给他们装了电暖炉 因为不允许烧煤 烧煤污染环境 那电暖炉它不开 我说为什么不开 那么一开 一个冬天就是四万块钱的电费啊 我们没这个钱 所以我就说 那我每年给你四万块钱电费吧 但是你这个能弄几个学校 弄不了几个学校 所以这个中国农村发展 怎么变革的问题 孩子教育问题怎么解决 公平性怎么解决 反正我还没想出头绪 但是这个事情呢 就是没事有事 就会在我脑袋中转着 这现在想最多的一个 算是有意无意想的 比较多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天天到农村去考察什么的 我一年也就最多走两三次 我今年冬天还要到农村去走一圈 我就是在 就很多问题是短时间的 很难变过来 在这个社会变迁过程中 你是个人是解决不了的 都是这一条市场 我现在最后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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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上课时间到了 请试试回到教室 准备上课 实际上要已经到这来了 实际上要已经到这来了 高中部的指引校长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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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欢迎 辛苦了 辛苦了 真是在大山里面 这校园刚造好不久 是吧 刚才还没建完 还没建完 但学生已经来了 是吧 小学初中的孩子 绝大部分就是这里 毕业普通搬迁的孩子 那他们的父母呢 反正就是在城里工作 或者说是 很多都在外地打工 外地打工 好 国家现在其实是在这歉移计划的 老百姓就全部搬到了至少县城里面 给他们安置 也给他们找工作 完了所有的孩子呢 就这个县城呢 他就会造一个 专门这些安置过来的孩子们的中小学 但这个呢就是说 父母不在身边 孩子的照顾问题 心理问题 我就现在就是 有上百所农村高中孩子 在跟着新东方学习 新东方有一千多个老师 每个人带一到两个农村孩子 通过现在互联网手段 好 这真好 我们面对高考 肯定是考到的大学越好越好 因为好大学带来的 它的资源比较丰富 有那么多人做成了那么多的事情 那为什么我做不成呢 一定要有机会 从大山里面走到中国 也一定要有努力 从中国还要走向世界 再从世界走回来 在新东方有一句话叫做 让学生走向世界 把世界带回中国 有没有信心 对 有 这是最重要的 对 那你们就去忙你们的了 对 我们要去盘盘 对 这里面是吗 这挺好的 Sign for sign 我已经早就忘了 这太难了 这已经很难了 对 你还能写出来吗 写不出来了 不会了 这个大概还记得 这个稍微简单一点 对 我从来没有进入过任何数据思维和抽象思维 所以我看到任何数据思维和抽象思维 我都是晕的 我就不能老跟一堆人在一起 我也不行 对 你也不行 但我觉得你看起来挺行的 对 面对这些农村孩子 我会很自然的就会产生一种 就是说 鼓励的鼓鼓他们 对 鼓励他们的一种亢奋状态 过去这些年你做这种 就是你希望帮助这些更 边缘或落后地区的学生提高升学率 就这个努力在当时 最初这个想法是怎么开始的 因为我觉得这是他们 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的机会 某种医生 我觉得一个农民的孩子 如果说能上上正规大学的话 对他来说扩大他的事业也好 扩大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以及人脉关系也好 以及他的自我认知也好 一定是有大大的好处 我相信进了大学 整体来说命运总会变得更好 因为人的想法是被观念改变的 那能够改变了观念的最好的地方 就是大学 大学生在那里不是说有一个校园 不是说教了几个知识 而是他同学之间 同学和老师之间 而校园和社会之间 一起相融相碰撞 给这个人会带来 人生一辈子的这种观念的改变 这是我认为大学最重要的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我反复说 大学应该是一个自由的 包容的开放的地方 应该比社会更加自由包容开放 原因就是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间 他们才能碰到出火化来 才能碰到出思想来 才能碰到出眼光和格局来 这是我对大学的定义 我认为大学不是去学专业的地方 你觉得你是我们有几个人 这个一辈子用的是大学学的专业 你看你学计算机的你用到了吗 我学英语的 我现在一年能用英语做一两次讲话 就了不起了 对吧 他都不是在大学激荡碰到出来的思想眼界 对人生的不满和对世界的不满 完了最后希望改变自己和改变世界的那种心态 这个东西是你在农村学不到的 他不上大学学不到 你在工厂打工学不到的 那么他竟然有这样的好处 我能做的唯一的就是帮他上大学 因为这里面的鸿沟是无情的 表面上是打通的 比如说表面上打通 比如说中国的高考 所有的孩子只要上到高中都能去考 不管你农村孩子成这孩子 最后分数是一样的 所以表面上打通的 但是实际上他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 比如说城市的孩子 他从小可能就是在最好的业务员 最好的小学 最好的初中 最好的高中上学 他很自然的这条路 对他来说是一个没有障碍的道路 在农村孩子来说 小时候有的农村孩子 业务员都没有 从小在那个春小上学 完了又到镇里的初中上学 镇里的初中他连到县城最好的高中他都去不了 以至于高考中间或者是中考中间出现的题目 对农村孩子来说 比如说你出一个有关高题的题目 是吧 有关Elon Musk这个火箭上天回收的题目 有关Elon Musk 有关Elon Musk 有关Elon Musk 对农村